歡迎回到九州之旅的第三天,我是維恩 出發前先讓大家看看早上的飯店風景 今天的行程會從九州最南端的鹿兒島 一路向北,邊走邊玩到熊本市區 嗨,大家早 我們今天的第一站來到的是 在飯店旁邊開車大概只有十幾二十分鐘 然後它是JR最南端的一站叫做西大山 在這個最南端的站這邊大家可以走上來 然後這一側就可以拍到有山有車 然後還有這個JR日本最南端站的牌子 耶,車就這樣來啦 剛剛還有真的有人上車 所以這站目前是真的有人在使用中的一個車站 掰掰 那我們剛剛看完就是日本JR最南端的車站的車經過之後呢 那現在要在車站附近 繞行一個大概五分鐘的單車路線 今天的單車又要上路啦 由於西大山站就在開文越附近 所以騎乘這條路線最棒的地方 就在於可以看著開文越的風景騎行 開文越又被稱為薩摩富士 因為形狀很像富士山而聞名 是南薩摩區域的地標 而且車站附近是一大片的田野 騎起來非常的輕鬆跟舒適 我們剛剛開車短短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然後現在呢 來到了一個道路的休息站叫做 Ikedako Paradise 就是池田湖的樂園 然後一下車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神秘的生物 它呢是據說在這邊是1970年代的時候啊 在這個池田湖有人募集的不明生物 那它是名字是叫做 應該是叫做 Itsi Itsi 然後呢 因為尼斯湖水怪叫做 Nissi 那這邊是池田 是Ikedako 所以它就取那個I的名字 然後就叫Itsi 對 所以有點類似的感覺啦 這個就是池田湖旁的道路休息站 Ikedako Paradise 然後再過來這邊 就可以看到開文越跟池田湖的風景 哇 剛好啊 在那個休息站的對面 池田湖這邊啊 種了一大片的油菜花田 然後呢 可以搭配那個湖的景色 然後還有那個開文越的風景 剛拍了幾張照片 看起來真的超漂亮 拍完美美的照片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在湖邊騎單車 欣賞風景啦 我們剛剛騎完車之後呢 現在到這個休息站這邊 然後聽說有超大的鰻魚 可以自由參觀 我們的大鰻魚應該就在這了 超大的鰻魚 平常吃的應該只有這樣吧 這隻超大隻的 這邊還有一隻 一百六十公分的 一百六十公分的 這個休息站雖然是休息站 但是呢 很像是超市的感覺 有賣很多當地的物產 像是這個蘿蔔啊 馬鈴薯 蔬菜等等 那因為鹿兒島這邊盛產地瓜 所以有各式各樣品種的地瓜 然後這個呢 這個就是昨天我也有喝的那個 煎魚的那個削下來的柴魚片 我們剛剛有買了一些小東西 那這個休息站這邊呢 因為也是緊鄰著指數這邊的海岸 所以呢風景也非常的好 你看我們這邊隨便一走 哇 都是這種大山大水的感覺 而且可以看到 昨天沒有看到的就是 天氣很好的陰島 超棒的 好 那我們來吃剛剛在那個休息站買的這個 薩薩芋 就是薩膜 玉 就是地瓜 好 嗯 它很 很香 然後吃起來就是那個 澱粉那個粉粉的口感 其實還蠻 蠻爽的 好吃好吃 接下來我們來吃剛剛買的那個 玉餅 它就是麻糬然後沾黃豆粉這樣子 這個也很好吃耶 它不會太甜 然後雖然它裡面 看起來是沒有包餡 可是 我覺得那個麻糬的原味就很濃郁 然後很Q 再加上那個黃豆粉的香味 好吃 好 我們開了應該兩三個小時吧 現在已經來到熊本了喔 先來去吃午餐吧 這就是我們今天午餐要吃的 Cura Cafe 我們今天用餐的地方是一個景觀餐廳 然後呢 在下面 可以看到 球魔船還有人籍式的街道景色喔 我們的午餐來囉 這個牛排啊 它是熊本市產的黑毛和牛 然後另外呢 旁邊的這個醬汁啊 它是醬油base 然後加了洋蔥 蘋果跟打蒜 好 好 我要來試吃這個熊本產的和牛啦 蘸點它的醬吃吃看 它這個和牛啊 吃起來有一點口感 但是還是滿嫩的 然後 它的肉味啊 牛肉的味還滿濃郁的 我再搭配上它那個蘋果洋蔥大蒜的sauce 我覺得它那個 蒜頭的味道還滿提味的 滿好吃的 我們吃飽了 到景觀餐廳的外面 看一下風景吧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人機車站 然後在人機車站前面呢 有一個以人機城為雛形 然後下去設計著機關的時鐘 那它在整點的時候呢 會有暴食啊 然後會有一些表演 那我們現在時間已經快要到了 等一下就來看看吧 好那我們剛剛看完這個時鐘的表演之後呢 接下來就要從人機站騎車到清井阿蘇神社 好 我們從那個人機車站啊 已經抵達清井阿蘇神社啦 清井阿蘇神社啊 是日本遺產構成的文化財 然後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本店阿門之類等等的 都是在江戶時代 1610到1613年就有的國寶 那可以看到目前它正在維修中 這裡也是日本的國寶建築物 神社境內還有日本知名建築家 威延武所設計 2023年剛開幕的清井之渡國寶紀念館 我們下一站要來參觀的是 福田釀造所 然後這邊呢 是做味噌還有醬油的地方 好 好 那我們剛剛參觀完那個製作過程的建學嘛 那它這邊呢 其實醬油的口味啊 種類非常的多 然後這邊呢 依序是從就是淡 然後到比較濃的味道 應該就是說 要不鹹到鹹啦 然後其中這個文化口雞 是熊本這邊特有的 那我就 每一個都來 嚐一下 給大家看 它也有可能吃出來就覺得 都很鹹 好 我們先從最淡的依序過來 唉唷怎麼樣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 醬油確實不是死鹹的感覺 就是跟你平常 就是做飯的時候買的那種 比較便宜的醬油不一樣 比較淡 好 然後下一個是醬一番 好 這個有稍微再濃一點 唉唷 真的吃得出來 一點點 好 然後下一個 刺身 我覺得這兩個博種之間 但是 我覺得它的醬油真的很香 就是 一舔下去就可以 吃到那種 應該就是那種 大豆的香味 好最後一個生羊 這個是理論上是最濃的 這個就真的蠻鹹的 這個真的很鹹 個人的話可能會 最喜歡蛋的 因為可能口味吃比較淡 好然後最後我們再來吃一個 這個 柚子醬油 這個柚子的味道很鮮明 然後很清爽 感覺就算是沾沙拉或什麼 用來做沙拉醬應該都蠻適合的 好然後今天參觀這個 醬油跟味噌的工廠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而且它這邊有非常多就是不同口味的醬油 然後還有包含我剛剛有試吃的小菜 然後還有這個 台灣人最愛的這個味噌煎餅 好我剛剛吃了一塊真的是很好吃 大推薦 我們剛剛從那個 登機室做了大概一個多兩個小時的車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熊本市區 有沒有看到今天呢 這個行程是要來造訪熊本熊的辦公室啦 熊本熊本人就在這喔 那我們趕快進去參觀 然後它每天在辦公室這邊啊 固定會有一個時段 像今天是兩點到兩點半 然後出來表演啊 跟大家互動 大家如果想要來參觀的話 記得想好大概它什麼時候會表演 然後趁那個時間來的話 可以跟它本人互動喔 這邊是熊本熊的辦公室 有沒有看到 營業部長室 這是它的辦公桌 喔喔喔喔喔 這太先進了吧 還可以跟熊本熊互動 欸欸欸欸 嗨哈囉 耶耶耶 喔喔 耶耶耶耶 喔很忙很忙很忙 耶耶耶耶 那我要跟維燕一起來挑戰 來GO 欸這真的很難 來 來 好棒 在這邊還可以買熊本熊 拉花的拿鐵喔 好可愛喔 這家餐廳啊 成建爐 然後它厲害的地方就是你可以一邊用餐 然後一邊看到後面的熊本城喔 晚餐吃的是經典的日式會習料理 其中最特別的是馬肉涮涮鍋 以及兩種部位的馬肉刺身 我個人蠻喜歡馬肉獨特的野味 推薦沒吃過的人試試看 下集是最後一天行程 再見啦 晚安